睽違一千一百多天 3月20號開始 確診新冠終於不用再強制隔離 防疫松綁林家恩 輕症確診改采自主健康管理 我們確診 輕症者是免隔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這個 只通報這個中重症 林家恩未來上路後 原先的配套措施 也跟著取消 像是確診者同住家人 入境林家七的規定 疫調回報 視訊診療統統不再有 免通報也免隔離 當然隔離通知書確診數位證明 也都要全面走入歷史 輕症防疫險可能不再理賠 讓產險業有機會松一口氣 林家恩的恩呢 最多就是十天 建議就是說有症狀的時候 在家休息 避免一些非必要的外出 那如果說是就醫啊 買藥啊 或者說這個購物等等 這些是生活所必需 必要的外出的話 就請全程要佩戴口罩 保險局也指出 按照保單條款規定 若新冠肺炎 降級為非法定傳染病 保險業者自然無需理賠 如果沒有因病住院 居家照護無法工作 等同於勞保傷病給付 也領不到了 那要是確診 還是可以請五天病假 各單位都有建議就是說 採取這個快篩陽性的證明 就可以來認定這個作為請假的依據 所以不需要民眾再特別跑到醫院或診所 去開立一個診斷書 可狼校園群聚活動多 學生或教職員工在確診當天 和次日算起五日以內 都建議不要到校上班上課 而疫情期間最遺憾的 無法送別親人 也取消強制火化規定 開放沾養怡戎 讓臨別不再有遺憾 三安新聞新聞 小可不可以是台北通報道